1月11日,印尼工商会和雅加达工商会分会联合举办总统候选人和印尼工商会的座谈会,旨在提高企业家对总统候选人使命了解,以实现印尼2045年黄金印尼愿景。 印尼工商会所举办的此次座谈会,邀请了跨业界、企业成员和地方企业的参与,向企业界传达了有关工商会中立和包容性的承诺。 印尼工商会日常执行主席尤基表示,2024大选年成了国内企业界重要时刻,通过总统候选人和商会座谈会,表达了领导安全移交的重要性。 在应对国内和国外经济挑战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指标和实现印尼2045年黄金印尼愿景。 印尼工商会雅加达分会总主席戴阿拿表示,该商会积极接纳各地企业的兼解,以总统候选人措施为考量进行协调。 一号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和三号总统候选人甘杰尔当天硬要出席,而二号总统候选人普拉伯窩却不出席,计划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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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